各位朋友,欢迎来到看世界频道 今天是美国时间,2022年6月5号,周日 美国二手车价格正在下降 无论是批发价还是零售价都在下降 汽车价格在今年1月份创下最高纪录 但到现在为止 汽车批发价格已经下跌了6.4% 可是目前的价格仍然非常高 价格指数和去年相比上涨了14% 今年4月份的二手车销售额比3月份下降了13% 这表明美国汽车需求正在放缓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 CNBC报道 考克斯汽车公司在今年5月6号表示 它旗下追踪批发拍卖会出售的 二手车价格的曼海姆二手车价值指数 在4月份比3月份下降了1% 这是从今年1月份开始的连续第三个月下滑 考克斯汽车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乔纳森·斯莫克向CNBC表示 我们显然又回到了汽车跌价的时代 这对于缓解通货膨胀和购买汽车的消费者来说 都是个好消息 还有美联储的加息和收表也将会使汽车价格继续下降 因为买家如果买车将要负担更多的利息 这会打消部分潜在买家的构成欲望 汽车需求方将减弱 对拜登政府来说 二手车价格的下降无疑是个好消息 之前拜登政府一直说 美国高通货膨胀率是由于二手车市场引起的 这是拜登政府的在甩锅 实际上在过去二十年里 二手车几乎没有影响过通货膨胀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 在今年一月如果他可能对通货膨胀有影响 最高也不过1% 好了这次就和各位朋友网友们聊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